无论路途有几年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收听恩与同路人 我是Andrew 你的节目主持 我很相信一个家庭 如果能够是有和谐的相处 彼此大家来到去尊重的话 我们的下一代都会是得益的 今天我跟大家重温一个嘉宾的访问 这位嘉宾是谭郑英灵女士 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 谭太太不单止厨艺了得 是一位烹饪的导师 但原来她在家庭里面 她与丈夫的相处 与儿女的教导 在某方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 好 就让我们一起来到重温 谭太太的分享 与她做访问的是我们的同事 Grace Huy 今天很开心 我们在《欣语童言》这个节目里面 请来了厨艺了得 又乐于教人整两尾 时时在电视电台都见到她 或者听到她的声音的谭太 谭郑英灵女士 欢迎你谭太 谢谢 早安 吉兰师母 你好 早安 谭太太 我知道你教煮食 煮食我煮了四十年 又有教煮食 又时时在电视上出现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煮食 怎么开始煮食呢 开始煮食 初初我真的不太懂煮食 后来她参加了一个烹饪比赛 得了奖 在香港 以前无比石油戏那些 遣课那些公司举办 我就得了奖 得了奖之后 我就有心机 接着就很开心 去学 我根本就是读家静的 以前客 学了很多拜师 找一些很高级的师傅来学 学了自己又创一些新的创意 加上去 就有些资料 就可以有人请 刚刚见到有香港电灯公司请人 我就考了 她要考试的 要写一些食谱给她 以及要见面 见面 见面了之后 她就聘请了我 我就一直帮她写食谱 帮她们教了三年 就在香港的电灯公司 哇 那在这边呢 这边有没有再教 在这边有 来了这边 因为我在那边教了 我要移民过来 教那些课程 我说我要移民 她们就写了一封推荐书给我 那封信呢 就写得非常好 说我很多创意啊 教得很好啊 很有经验啊 我拿着那封信就来这边 刚刚有学校要请导师 我就考我 考了进去 她就给我读一个 叫做Continue Education的证书 给我去读 我就去读了在这里 考了那个证书 就在学校局教 就在学校局教 也有十几间学校 她一个传一个 就请了我 那我就在这里 列治文的教育局 又教了十几间学校 还有在这个北温那时候 很多间学校 都是传凭我 有那个证书 还有那封信 她就被我在这里教了 教了整二十几年了 在这边 连在香港也教了四十多年了 那你就有很多学生了 学生很多啊 如果在这里 我想都有几百个 一千几百 因为在香港也很多 因为有很多香港学校的那些学生 他们去了美国、英国、加拿大 来到经常遇到以前的学生 我们这里也遇到以前的学生 那就是 荷兰、澳大利、澳洲 很多学生 他们经常都跟我有来往 那刚才我和你温暖的时候 我看到周围的人都认识你 其实你在电台 或者电视又做了多少年呢 我电台做了二十一年了 又开台做到现在 那时候一个星期做七天 一至六都要回来 早上早上八点的时间 晚上礼拜一 晚上要多做一晚 就是叫做 巴加食德的节目 那 早上早上的节目 就是谭太与你每天一味 那电视呢? 电视呢 到现在都二十多年 有二百多集 我统计过 那我们简单 已经介绍了你的工作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你还有写书 对 我出了六本食譜 是 食之品味 佳吃佳牛 小食 甜品 咸点 和粥粉面饭 一共正式出的都有七本 另外有两本 一本是赞助儿童医院 一本好像是糖尿病基金会 一本是老人院的 很难得 谭太太 因为你都是 如果你在老奄西里 和我一起见到谭百姓 电视也见过他 仍然是很精神 很活躍 谭太太 刚才这几个问题 其实我们就简单介绍了你的工作 你的背景 但是我知道 其实很多身边的听众 可能不知道 你其实是一个基督徒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样信耶稣 给我们身边人 除了听你的主诵之外 好 曾经有人问过我 谭太太太 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看得到 他也看得到 偶尔也有人问过我 因为我对的人多 见识的人多 你问我信耶稣 如何信耶稣 我真的很感恩 很感谢神 很简单 很信实 知道有这个真神 所以我先生有个同事 是基督徒 他们是几代的基督徒 他经常邀请我们两夫妇 那时候小孩都没有 就邀请我们两夫妇去参加聚会 例如参加福音晚会 和讲见证那些 他真的很活出耶稣基督的爱 这样的榜样给我们 所以我们没多久很快就揭字 揭了字之后没多久就洗礼 我们全家洗礼 我奶奶也跟着我又洗礼 到现在来计算 我们有四代是基督徒 很感谢神 真的比我们的恩典很多很大 所以我们很开心 你说学生都看得出 你的基督徒和你的相处当中 那你有没有机会 比如刚才我说 你也是一个公众人物 形象很鲜明 很多人都认识你 听你的声音 看到你的样子在电视上出现 那你有没有用这个机会 或者作为基督徒 我们很多时候 都很想带身边的人 信耶稣 因为我这个实在太好 你有没有机会 譬如 有 我想又不是真的要用你这个身份 你有没有机会 用一些机会 去跟别人传福音呢 我们说 有 我最记得 我住在北溫的阿姨姆 我出来溫哥华 和出来全民教学生 我就会顺路去接我的学生 他们不用自己来学东西 他们去报名 我就在车里 和他们传福音 就讲见证给他们 很多个学生 都教他们 有时我见塞车门 唱《圣诗》 《奇异恩典》 所以背到耶和华士爱 背到我随时都可以睡觉 都可以唱得出的 很感恩 神给我的智慧 我就是很感谢神 给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接触那些学生 跟他们传福音 有很多都缺了字 所以我就会跟学生 说 多些读圣经 我曾经送过很多小冊子 圣经给学生 他们都会看到 我如何对他们 他们都会好好回应 有一些真的告诉我 没有多久在其他地方 他们虽然没有跟我 回到我的教会 来洗礼 他们见到我 就说 我信了主 我听你说 我又去了 在哪间教会 哪里洗礼 我说 很好 那不用一定跟着我 那个教会 是的 那我教会又远一点 我就听到这些 已经很感谢神 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很大很够用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黄飞 是荣美先杰上帝 常用权能坏语 掌管万有一齐 他的命连被天使尊贵 他本有至高尊贵的地位 敬而死化妆属罪 原在灵欲失家 今生面对苦疑 来显现爱的真体 其实真的很难得 因为作为一个 虽然你是教食 也是一个教书 能够不单单教他 一技之长 或者对某些厨艺有兴趣 而是能够教他 甚至是做人 有机会认识真理 有机会认识我们 我觉得这个机会 真的很好 是的 翌日有机会 我叫那几位 我带他回去信主 那些在车里 陪他们 跟他们 讲福音 那些人 讲见证给他听 那些人 他或者可以 接受你的访问 都可以 好啊 信了 很多都信了耶稣 很多都信了耶稣 但我们一直都有保持联络 虽然是学生 我们一直都有保持联络 是 刚才你也跟我说到 除了圣耶稣之外 你传福音之外 其实你也用了很多行动 去跟神 有机会去接触 还有去求神 为你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说一些部分 去鼓励一些我们做父母的 做长者的 如何为我们的下一代祈祷 是啊 很多时我都是 跟我的长者的朋友聊天 那些年纪大的话 你一定要 依靠耶稣要信神 信主的真爱 和神给你的信实 你有什么 移到什么事 如果你信了耶稣 年纪大信了耶稣 要给个榜样 那些年轻的看 他就会跟着你 第二 你就会为子女祈祷 还有你 可以为年轻人祈祷 是一种福气 是的 有些人想要都没有 你自己有这么多 小孩子 有成的 你为年轻的祈祷 是一种 神给你的福气 我常常会鼓励 一些长者 这样做 是的 我现在 星期三 我都是那些 长者 都是老人演做义工 哇 星期三 和星期三 谭太 刚才你又说到 你去教书的时候 你都很乐意 车上你的学生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喜欢 乐于助人的人 我又知道 今天星期三 我们做访问 你本来要去老人院 是的 除了你自己的正职之外 我知道你用了很多时间 去参加义工的工作 因为你很想透过义工 去把你所认识的神 去介绍给其他人 你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义工的工作 可以的 我星期二 就在教会 来职那些 冷帽 去那个灯塔 Lighthouse 那些海员 熟职给那些海员 熟职给那些海员 就教一班微信子的姐妹 是 有十几人 是 他们个个都很乐意 回来学 因为我 除了教他们职母之外 还有职一些其他东西 因为他们只是职母 那些人很闷 没有什么心机 那我们就教一下 颈巾 职新款的衣服 帽子 其他他们需要的东西 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真的 很有爱心 很爱他们 好像神才爱我们 我们都懂得怎么去爱人 给他们一个形象 他们就很乐意回来 学职东西 就是这样 也有十几人 也做了四年 也做了四年 老人院就星期三 星期三又半天 只是上午 我们也有很多长者 因为有些都不是基督徒 他们都不认识神 我们就会和他们唱圣诗 都是诗歌多些 我又会唱福音而曲 我会带一些福音而曲的帽子 给那些长者听 他们就好像有些都会接受 有些都觉得他们都会说 耶稣爱我我爱耶稣 那些语句 有些老到八九十岁都老到 好像说话都不太清楚 他们都懂得这样说 是的 是的 我又会 例如福音节 我又做些蛋 那些玩具 给他们 就不可以带食物 上个礼拜 母亲节 我就送了些玫瑰花 我自己做的花 做了几十颗玫瑰花 给那些长者 我又跟他们说 譬如圣经里面 有一些小的金具 那些我就会做给他们 有几个老人家 他都很喜欢我 送一些福音的圣诗 譬如耶和华士爱 奇艺恩典 那些都是信实没有变 那些圣诗 那几个我印好了 拿去送给他们 我说你晚上有空门了 你在老人院没什么做 你就出来听一下这些 看这些 你就会睡得着 他说睡不着 我说我教你 你唱吧 我带你唱 他又懂得唱 我唱一唱 他们很开心 很喜欢我给他们的圣诗 是的 很感谢神 祝爱主 信实无辨 在每天清醒 主爱已着险 祝爱主 信实无辨 没有分音情 爱无到达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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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手艺 除了煮食之外 原来你也认识很多家政的东西 编辑 唱乐曲 唱乐曲 很多恩赐 我唱乐曲 十几年前 是跟红红红师傅 跟红红师傅 是 他是我第一个 广东话的 福音乐曲 和老师师傅 和白师和老师 也是跟他学过 两位 好难得 真是 这么多的机会 对长者那份情 你一直都不捨不弃 是的 老人家真的很需要别人去探他 而且他们真的很寂寞 坐在那里 没有工作 经常是吃东西 吃完东西就被人推他入房 我现在去那里 多数是坐轮椅 那是属于列治民医院的那些长者 进去的 他们也有问题 是 有些没有记性 有些 有些 有些问题 跟他唱乐曲 他又挺开心 那就是 那刚才 再之前你也跟我说 又说回你 又去车学生 是的 他们有什么感觉 一个老师 顺便车过他 你又说在车上 又可以打给他听 我觉得你做很多人的工作 是 那你刚才又说过一个案子 给我听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帮播什么歌 这次不是播缘曲 不是 奇耳恩典 是的 有一两个学生 那时候我就在北温寺 我就要去Porn Grade那里教插花 我在那里教插花 教了三年 我在北温出来到那里接他 接了他就送他去学校 放学又是送他回家 我才回家 在途中就跟他聊天 就知道他是一个 就是家里 他是台湾人来的 讲国语的 他是一个大小姐 就是他的小姐脾气很大 所以他是一个很 就是 家里他自己的人 就是有种骄傲的心态 就是 家里就不让他去认识 他就认识了个男朋友 谁知道他男朋友 又放弃在UBC 放弃了 就去了美国 那这个学生 他就自己很不开心 就成了好像有种抑鬱 那我就开解他 跟他讲一下 跟着又跟他讲一下 圣经的道理 又为他祈祷 又教他唱圣诗 那后来我就去了他家 探访他 就叫他弹琴 弹奇异恩典 是 后来他的人 开心了 就会笑 就是会笑 就是会笑 为什么那时候他家里 要他去学插花呢 因为那时候我有教插花 是教那些 叫做拿Depoma班那些 有教插那些 结婚花球那些 他又有学结婚花球 可能他以备想结婚 想自己佈置在家里 就是那个环境 他都挺好的 那后来他为了这件事 为了他朋友的事 他自己就失落 他人就很不开心 我就开解他 跟他讲基督的爱 跟他解明给他听 之后他就改变了他人生 现在他人安定了 都依然他都好像还要食药 现在都十几年了 十几年 最近见他 他都说 我有回教会 我相信了 很开心 但是平静了 admiration 说 韩国歌 在掌握 和兴访 他都在辞联 有家的 是 他的 他说 别人 前点 他一伞 和兴访 都在g 那些 他在家里 把他制作 和尊重 和兴访 我将有缘尽它散 希望能将爱心紧合你 希望能及你 只要爱心可以做漂亮 未怕口味长 其实我觉得你是用很多你的恩赐 比如你会插花、煮食、编织、粤曲 你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 用这些机会去跟这些人传福音 我觉得神是很用你的 但我又想问谭太太 其实你有工作 有这么多的义工 我想问你如何去平衡你的生活 如何去相夫教主 你有自己的家庭 现在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家庭的部分 好 相夫教主就不敢 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妇人 我早就结婚 一早就有小孩 起床我早就送了那些小孩回学 送了我先生上班 接着就处理买菜 做我要做的东西 我们一早起床就有小小的灵修 很少的 不是很多是几分钟 已经足够了 求神保守一天的工作 每个人都很神 都很听我们说神 真的很好 我经常觉得很感恩 因为你起床就亲近神 你都未曾开始新的一天 未曾出去 好像开车那样冲出去 就已经是求神去帮助 你开车 我又会告诉你 为什么开车的好处 在加拿大 一吞着火 还要warn up 车的 你就在这里祈祷了 是啊 是 是 是 预备那几分钟的时间 祈祷 分钟你就说你想做的事 你想说的事 我就是这样 早上做 会有这个时间的 即是来到北美咒 以前在香港就不是了 起床就做自己 祈祷是很简单的 少少跟神说一声 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 神真的的应许是很信实的 所以我常常很喜欢那首歌 是神很信实的那首歌 我真的很喜欢 你的信实广大 你的信实广大 那些真的的 那除了这样之外 我就会送了弟弟回学 那要预备家 预备买菜给人家煮饭 那我自己现在没有请人 要自己做 那预备买完 去上课 我以前一天要教三四个地方 在北温住的时候 就要教很多学生 又要去到中桥 在North Road那里 在Hiveway 出去Hive Run那里 直去去到North Road那里有班 然后晚上 下午就赶到North Road那里 晚上就要赶到North Road那里 North Road那里 North Road那里 我都教了很多年 在North Road那里 North Road那里 十几间学校都教在那里 教的东西不同 一个星期之中 一天跑去很多地方 然后早上又来电台 有一个时期我要做直播 做了五年直播 又十点多 你有多少个小孩呢 我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哇 那你怎样经过 最小的学生 那你那时候要接放学 不用 我送他回学 因为我们 从小到大 小孩 我是基督徒 小孩就去教会 譬如我很放心的 星期六星期我都去上班的时候 他们就会回教会去团契 在教会生活大 小孩就寻规道具 他很感恩就是这件事 感谢神给我们 有些儿女就不听教的 我看到很多亲戚朋友 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轻的年代 那些小孩是很难教的 因为我们的小孩 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长大 因为他们又要去 那些儿子 所谓的基督少年军 香港叫做 现在叫阿湾娜 叫阿湾娜 哇 都很久了 基督少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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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从小到大都回教会 星期六 星期日 都是在教会里 过日的 我也很简单 不用这么做 即将那个教导 都是交托给神 交托给神 知道他在教导成长的时候 神又会教导 是 会教导 又会教导 他知道走正路 是 那个年代的小孩 觉得很似的 什么非仔非女 那些 我们都 看到有些人是这样 我们都很感恩 是 感谢神 因为他们个个都懂得 如何是循规道 如何走正路 读诗也很感恩 他们一直一直读 读到 碩士读研 他们读到博士 有九个孙 四个小孩 九个孙 哇 真是神很祝福 感谢神 那现在的孙要帮忙照 会的 现在来不中 他们去旅行 我就会帮他们看一下 享受一下 这个晚年的乐趣 年纪大了 反而会享受到 孙是很好的 因为你年纪大了 你有机会 照孙是一种福气 绝对 而且你又可以跟他分享 神的爱 分享到一种 大家互相 如何知道 和一个家庭 和一个信仰是一个福气 所以我说 长者一定要 自己要走出来 要先相信主 相信主之后 你祭先提示你的模样 好像我们那样 我两个很早 相信主了 我相信主了 五十年了 那我们信了主 那我们的儿女 就看着我们的榜样去做 那我先生 又是一个 很顺服神的人 他也不会说 两个有什么拗叫 子女看到了 照模样 看着你 那婚姻 大家都会 保持一个 很在爱之中的生活 这样过生活 是 活在爱之中 活在爱里面 活在爱里面 因为神 爱我们 我们才爱我们 我们晓得如何去 害人 是吧 如果你信了主 你就知道神爱我们 我们又怎样 懂得去爱人 那我们才爱我们 谭太太你两次都说到 你懂得爱 因为神先爱你 是的 我看你很重复两次都提到 是的 我想你真的很感受到 神那么爱你 于是你懂得如何去爱人 是的 以你的儿女 看到你如何去爱人 看到我 看到我 是的 如何去爱人 我一怎么去爱他们 他又懂得 是的 去爱他的下一代 是的 还有要以至神 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 我们要怎样去顺服 那我们顺服了上帝 要我们怎样做的事 我们就会懂得 怎样去教导下一代 谭太太 我知道你和谭先生结婚 已经超过五十年了 是的 很久的日子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两个相似之道呢 特别你现在到了这把年纪 你们两个如何互相的 来到招呼 你也可以说回以前的 Romantic一点的东西 笑大人的 不过 都是那句 我们都是一早就相信了 那我们就有 起码我们都有 神的恩典 和神的爱在我们心中 所以大家互相都懂得 怎样去离养 真是 是很好的 又循规道举 大家都是 譬如有时候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大家就不要拗拗 如果你越拼拼 越变拼的时候 然后越错越不多 我们都是 很早期 我们已经有一个 牌写 耶稣是我家之主 我们就有一个牌 整天看着基督 来到国外 来到做心中 发生什么事 都好 就是会互相引药 包容 如果有不容易的事发生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 保持冷静 不要巴巴巴巴巴去吵 你越吵得大声 越大声 如果你冷静 大事就化少 小事就化无 所以做一个好的榜样 给儿女看 我们刚才也说过 最重要是 我都是那句神 给我们的爱 先爱了我们 我们才知道 如何去对对方 如何去爱 我们的另外一半 所以 我们大家都 有个礼养的心 我先生都很好礼貌 很多事情 譬如我们 大家互相尊重的时候 我给他一杯水 他就懂得 拜托 他给一些东西 我就懂得 Thank you 大家有这样的生活 习惯了 那些弟弟又看着 我们又习惯了 不说 好像很特别 很不说 那句话 好像不好 义事 所以他给一些东西 我都要拜托 他给我 拜托 大家互相礼养 大家有礼貌 过生活 就过得开心 你两个都是相敬如斌 但是你说过 以前你也有些小姐脾气 他又如何遷就你呢 是的 但他从来很少发脾气 他人没有发脾气的时候 我就好像 我又懶懶 我们有时 真的约了出去看电影 又会过了时间 都不知道 他都仍在 站着等你 等你两个钟头 是的 是的 会的 我很多时候都会乌弄 但到现在 譬如你真的到半退休 我知道你自己有个家政中心 是的 你好似都有 involved 又带你先生 一起去家政中心 是的 你两个怎么用这些时间 我们很好用这些时间 因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都不需要真的要去赚钱 去做其他事情 最重要就是要有个稳定的生活 和一个安静的心态 去研读圣经 我先生就很喜欢写一些金句 写在那些宝那里 写一些金句送给人 那我就要有个地方 在家就太寂寞了 不如两个人对着 不如我们有个中心 那我们有个家藝中心 那家藝中心 那我们有时有空教人 继续衣服 那我先生就看电脑 在电脑上 又可以查一下圣经 他就会看一下 就是变了大家两个 整天都不需要分开 一个在家 一个在街 那变了我的中心 就变了我有时的学生来到 我们就会聊聊天 大家聚一下脚聚一下会 那变了大家都常常可以在一起 那我们 他就很多时候都会自己在那里 写一些石仔 去我们去白石镇去海旁 撿一些石仔回来 洗干净 他就写一些金句 在那个石仔那里 那他就可以 第一 他又可以有精神寄托 脑筋不会不记得 怎样写东西 那他还写字 写得手很定 那些书法很漂亮 写得很好 写得很好 那些朋友来探我们 哇! 那麽多石仔 那麽多金句的 很开心 有人喜欢的都可以送给人 而你又继续教人编职 继续教人编职 聊聊天 插花 你还有插花 有啊 也有 有插花 那真的很难得 你两个相处多过五十年了 是的 那大家一起用这个中心 是的 去把自己所长的教给人 是的 又可以有彼此相处 彼此照顾 是的 互相照顾的时候 大家便很开心 譬如在这些年纪大的 我们真的看到有些 大家年纪大 又有拗叫 又发脾气 又不开心 我们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的目标 都是有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赐给我们的福气 是 我真的很感恩 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 是很够用的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群我们相传 ious 你想一言 为基于 这能量是 是的 也不是 好 这么商量 COL档 那些人 也太嫉妒了 之ennes 天 好的 TQ 还有 心里 全白般爱恋 在这刻 我完全立志奉献 痴祭 求我主顾念 愿正痴 爱生不表 在我深深处 尚全这信念 愿困境 要守自监 若有愧笑 求我相体力 世政痴 爱生不表 呼说 还要多人爱 世教主 你大能 大爱 配添相爱 尚以收相待 共证婚姻 高举主我 例如说到你半退休的状态 很多人像你这样的年纪 其实已经退休了 但你仍然非常活跃 我做几个义工 我做几个义工 继续去探老人院 甚至在家庭中心里 你还教到老人家去看赞美操 去跳舞 其实看到你的生活 很多之多彩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现在生活的心态 你如何鼓励身边的长者 可以活得像你这样精彩 是的 可以的 我就是要鼓励长者 最重要是自己有活动 不可以常常坐在家 坐在家里收起自己 人家很难过一天 很沉悶的 你要出去和人家有沟通 去一下教会 去一下那些长者聚会的地方 大家可以有些活动 很多専严、康泉、校园、聚会 那些中进去的会 都很简单 那些是20元一年 我记得 去入去的会 你可以多活动 多一些 对自己有很好的将来 你自己会有盼望 人生最紧要是盼望 比如你自己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帮助人 你帮到人 你自己又开心 人家又开心 那你说 要形成你自己个人 要做一种 是会荣神益人的事情 去做 你就更加开心 由冲击者赞去 世代变色地报警 仰望你所作是所行 教识一切 权衡至观众漫漫 和思想未变更 你是权利 你是权利 你竟有能 侄已静听上高兴 行似我去接近 你用权利 你用大胆 永不全能 都会受这种掌声 流传给每个夜间 其实今天访问你 谭太 令我真的想起 圣经里面有句金句 就在约翰福音这样说 十章十节这样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觉得你觉得 你是得着到 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 你的生命很丰盛 而且你的生命 是丰盛到的地步 去影响身边的人 去爱身边的人 让他们知道 其实有神 我就可以活得很快乐 很精彩 是的 这是真的 那我又知道了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 经常笑 是的 我真的觉得 谭太 很有喜乐在你心里面 很感恩 我一直都抱着感恩的身 来过生活 每一天 我又知道 谭太 其实除了 喜欢唱粤曲 喜欢唱盛诗之外 他说给我听 他很喜欢 呼音乐曲 真的呼音乐曲 里面有 很有 我们基督教的 呼音的意味 就是说给我们听 救恩 说给我们听 创造 但是我又知道 你很喜欢看 你很喜欢诗篇 那你是否想送一段的诗篇 给我们身边的听众 我很想送一段诗篇 请你读出来 好吗 好 诗篇37篇 三节至五节 第三节这么说 你当以靠耶和华 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第四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刺给你 第五节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以靠他 他就必成全 哇 宴神祝福他的话语 是呀 真的 我这里感觉到 是神给我的恩典 所以我很感恩 我很喜欢这一点的经文 是 多谢你都将这段经文 送给我们身边的听众 愿意我们身边的听众 都好像你这样 认识耶和华 行善 以他的话为良 真是 怪不得 原来神的话 就好像你煮食 那个的粮食一样 好难得 谭太 真的 多谢你 多谢你 看有没有机会 再在恩允同路人的节目 再访问一下你 又跟我再分享一下 你 传福音的心得 或者你有些新的 不过你新的食物 可能在灵面 有些节目会出现 但真的很开心 今天有些食谱有写字 例如 鸩春马拿的食谱 鸩春马拿 是的 我们用鸩春 加一些马体来做一个食谱 叫个名叫鸩春马拿 解释一下给身边听众听 圣经里面的马拿是怎样 都是上帝 是上帝 在侍偎 在意识利人 在埃及 对 没有留性 没有留性 是 哇 是的 祝你这件事 是鸩春马拿 还有其他一些 有呀 对对平安 那个又是 和人家 有啊 一个 現在也有,幾千年來都有人做這個餅 我們以前幾千年吃,我們現在這個年代都可以吃 你改了名字叫代代平安,你放了什麼在裡面? 裡面放了一些芹菜和湯南魚 因為比德時不是有魚嗎? 是的,比德魚 我們把魚放進去皮特餅裡,加一些辣辣的芥末 再加一些牛油果 很好吃 營養豐富 而且很好,也是聖經裡面的食譜 我用聖經來做食譜都有幾個 等我下次有機會在恩怨同樣訪問你關於聖經食譜 讓我吸引一下我們身邊的聽眾,多看聖經 多謝譚太,真是很難得 多謝你 給我一個機會和你分享我自己的感恩 感謝主任 多謝師母邀請我 谢谢 別客氣 好 主 为你的真情 再要满心根植 大要尝思想 昼夜宿舍 情爱见证你大难 你的安排往往多生意 你有福上先会收嘴 明世的归宿 让我登役传 愿我再看天音处传 神啊你恩典 太美妙神奇 陪得万种青丝 我要以今天 为祭献给你 并永连纪念你作为 如果有人可以明白我 如果有人可以听我说话 如果有人可以了解我 那就好了 上帝听祷告 恩语听倾诉 如果你需要向人倾诉 请你打来恩语之声 生命关顾热线 416-788-3322 北美免费长途 1888-321-9288 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感谢谭正英灵女士 我们的嘉宾 和我们分享了 她人生里面有些很重要的经历 但我相信她最重要的经历 是她在家庭里面所经历得到的 正如谭太刚才那样说 耶稣是我家之主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口号 是他们一家人在基督里面活出来的经历 那么好盼望都能够给到听众朋友 有一定的鼓励 接下来我们有谭品林牧师 和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爱的美善 在1988年 在美国发生一件真人真事 有一位年轻貌美 性格开朗的少女 她的名叫Vene Bondi 她是一个天生乐观 而且很有音乐天才的教师 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后 她就去了中学里面教音乐 因为她人缘好 性格好 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她 她就被选为这个最佳老师 她在学校里面 来到达领学校做歌唱团 也都在教里面主领师班 自己也都可以出一些CD 成为一个歌唱家 在她29岁的时候 她就遇见了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 名叫Michael 在一个学校的毕业舞会当中 Michael就向Vene求婚 于是乎这个好像童话式的爱情故事就发生了 Michael给了订婚戒指给Vene之后 他那一晚就回家 那一晚Vene也都回家 就睡觉了 但是在她一个小小的意外当中 在床上跌了下来 就跌断了颈骨 并且跌断了第四和第五节的脊椎骨 因为跌断了第四和第五节的脊椎骨 就成为了一个四肢淡满的人 在颈部以下的地方 完全没有知觉 终生不能够再走路 这个意外可以说是晴天霹靂 没有人会猜到 一个这么小的意外就改变了Vene的一生 从此 不但影响他不能够行动 并且影响了他不能够唱歌 甚至乎连说话都有困难 当他未吩咐Michael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非常难过 大声的痛哭 并且立刻跪下祈祷 求上帝保存Vene的生命 Michael为了给Vene有一个人生的盼望 所以每一次当他探访的时候 都面大笑容 在Michael的心中 他相信上帝有恩典 一定有机会医护好他的 但日子一日一日这么说 医生最后要再宣告说 Vene以后都不能够再唱歌了 唱歌是没可能 说话呢 或者慢慢可以恢复的 当Vene的家人知道 她的女儿 如下的生命是这样的时候 也都是多次的和Michael说 他说Michael 虽然你和Vene是订了婚 但是如果你要决定解除婚约 离开Vene 我们都不会怪你 我们很明白 而Vene也都是对Michael有这样的表示 他说我不会嫁给你的了 我们两个人的婚约不如取消吧 我不想来到陀女 但是Michael却非常坚决 你都肯定说 我一定要娶你 我不会再娶第二个 是Michael 坚决要娶Vene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幸好你的受伤是在你结婚之前 因为我仍然有得选择 我继续选择 我要娶你 两个人就在一间教会里面 要进行婚礼 当牧师要他们交换戒指的时候 Michael为了要遷就Vene的高度 他就跪下 跟Vene一样 Vene坐在轮椅那里 他们就交换戒指 Michael很深信 婚姻是上帝所持的 也都相信上帝会有恩典的神 经过了大概两年 奇迹地 Vene可以不但指呼回说话 并且可以唱歌 而且出了几张的CD唱片 唱片不单只能够表达他的歌曲 更加能够分享他所信的上帝 而且再奇迹地 后来他还生了个儿子 叫Daniel 所以在1988年 Vene他得到这个意外 瘫痪 而两年之后 他居然能够唱歌 而在1995年 他还生了Daniel 这个儿子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不可能的神迹 我相信Michael也都没想过 Vene能够唱歌 并且可以生而欲虐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 上帝一个满有恩典的神 其实人生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苦难 或者不同的挑战 我们每天都遇见困难 但你相不相信 困难背后 当你愿意依靠上帝的时候 上帝会加你力量呢 圣经里面有一个多灶多难的人物 若伯 若伯可以说是 圣经里面一个最多困难的人 但是他曾经有这样讲过 在若伯记第三十五章 第九节 他说人因多受欺压 就哀求 人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求了 但当你求的时候 神就使人在夜间歌唱 好奇怪 夜间 是一个很幽暗的时候 是一个很夜难人静 很寂寞的时候 但上帝却叫人在夜间里面歌唱 是表示到 人在困难当中 若果有神的爱 有神的恩典 我们也能够安然的渡过 Vene和Michael的真人真事 的爱情故事 不单只表彰了 爱情那种的伟大 更加来到彰显了 原来生命中有上帝的人 他在逆境当中 仍然充满怕亡 今天 你是不是想认识的一位 使你在夜间歌唱的神 如果你想认识的话 欢迎你打电话 上来《引遇之声》 我们有条电话热线 很乐意的来贴听你的电话 让我们在人生 不同的遭遇当中 都知道 有一位爱你的神 当我独特孤直星空 当眼泪向心内涌 主的大爱 与我同在 暖入我心怀懦 是我夜里欢乐孤歌 高唱重赞的我孤 只因是你 紧握我手 我便勇敢赴远方 你令我艰苦女情终赞怒笑容 死忍之终引你迎见光亮 宇宙即使崩溃 仍可靠着你 迈向天家里飞翔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 来到这里 原天父恥福给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 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 有更多的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sex Castle Nah BBQ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uguru dir雷公